有美聯社引述韓國的主辦機構人員說 工作人員在不知道歌曲和示威者有關的情況下 誤將這首錯誤的歌曲進入電腦 當時說收到各地的隊伍交國歌之前發生 即是在各地的隊伍代表交國歌之前 他們自己在網上下載這首歌曲 怎麼看這一個說法 這以你所知是否正常的做法 通常來說這麼嚴肅的國家 各國的國旗問題 不應該是他自己去下載 他應該要一個隊伍確認 我們游泳也試過很多次 我們出貨搜尋都一定有 因為他全部在比賽之前要簽名確認 聽過看看過看 所以他這些我覺得他自己下載就不是很成立 剛好沒有理由剛好你下載錯了 但錯了別的樣子 如果特意下載了這件事 根本是有這麼多種不同的歌曲 剛好下載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我想知道無論是大型賽事 奧運、世界杯決賽等等 去到一些比較小型的賽事 都會做這個步驟 剛才你說要確認國國是對的 要簽名的 是否每一個比賽都會這樣做 那些Multimor 一定有的 有些單行的 例如大世界賽那些 就逆足又逆足 我們游泳也要確認 因為他通常有的 尤其是可能他 有些他都覺得你有機會 拿前三名那些 他就一定要做這個 文體旅局局長楊烈紅 就提到會繼續和港協議會 以及相關的體育會去商討 如果未來出現一些類似的情況 運動員應該是怎樣處理的 談了沒有或者約了什麼時候談 待會10點 局長會來這裡和我們見面 我覺得我們都是要在這方面 都是第一教育運動員 如果像今次一樣 你一開始 一就根本都不像 不是那一隻的了 你馬上要有反應的了 是吧 第一 第二來說 我想還有 未開始之前 去到比賽那裡 都要再次要求大會確認 那個旗和歌的 應該很重要 這些必要做的手續 一定要報價所有領隊 帶隊的人應該做的